按规定停放到指定为止 他用这个被扣的汽车这个事件已经是属实 现在初步的处理意见已经出来了 就是停止这个执行职务 然后这边是组织专门力量 对这个事儿一查到底 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五月新闻 稍后我们继续 大熊猫往往福尼启程前往澳大利亚 开始旅居韩外 澳洲新家万事俱备只欠熊猫 英国文化协会报告称 中国所有有望超过印度 直径两米瓦蜂窝火焰喷射来剿灭 我不是小沈阳可我有梦想 山东一大学生威胁小沈阳下苦工 您正在收看的是五夜新闻 下面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可以说是一个现实版的集结号 六十多年前河北武安曾经发生过一场惨烈的战役 一百三十多名巴陆军战士 在阻挡日军进攻的时候壮烈牺牲 由于形势所迫 烈士的遗体被当场远埋 六十多年后 为了让烈士们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当地有关部门开始对这些烈士尼谷进行迁移 1940年9月9号 盘踞在邯郸的日本侵略者纠集兵力 向位于武安西部山区的巴陆军兵工厂进行疯狂袭击 防守的巴陆军凭借选要地势 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野蛮进攻 战役持续了近四个小时 敌我双方死伤砍重 一百三十多名巴陆军战士当场牺牲 我父亲原来是洛迪奥共产党人 在固特战役那个时候 他主管这个人 主管这个系统 实际上都用手到处上这个仗戒场 当时没有抢去过来 没有抢去过来 就恰不落到这个地上 经过半个月的清理 一百三十多名烈士遗骨已被全部挖掘出来 当地有关部门计划将建一座无名烈士公墓 供后人永远缅怀先被烈士的攻击 这些烈士的事迹将随着迁移遗骨 跨越60年的时空回到现在 供我们瞻仰和缅怀 27号 一对承载着中国人民深情和后裔的大熊猫 将要远跨重洋前往澳大利亚 这对大熊猫是因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 由中国政府提供一座合作研究之用 通过专家的临选 中国宝和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 网网和福尼幸运的当选了 27号 他们乘坐下午5点30分的航班 从成都启程前往澳大利亚 27号上午10点 亚安避风峡基地 为往往合作 全都启程中心的大熊猫破坏